当我还是沐道友的时候,我就有问我哥哥,如果自己每个月赚的都不够花,甚至负债,那要如何做十一的奉献? 我哥哥是受洗二十年的基督徒,二十几年了,而且他长期在某教会担任财务同工,在别的教会。 那哥哥和我分享他在担任教会财务十几年来,他看到了很多的见证,他看到从来没有人因为十一奉献而变贫穷。 反而是很多没有十一奉献的人,是非常贫穷与不足的,而奉献就是要甘心乐意,因为这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。 所以在信主以前我就知道基督徒是要十一奉献的,而我一直都是一个循规道具的人,所以在我受洗之后的隔月,我就决定,既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,我就要奉行十一,遵循神的道理。 而在穆扎领阳堂做木道友这段期间,我看到教会做很多事情,我心中非常感动大家的付出。 先生之前去过几间教会,那几间教会都是在主日之后拿出奉献带,然后奉献带还是透明的, 那先生回来都会跟我分享他,觉得这样的感受并不是很好。 好,在做木道友的时候,我对穆扎领阳堂的那个奉献带上有一段经文非常感动, 就是哥林多后书九章第七节,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,不要做难,不要勉强,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 这句经文让我很感动,因为神不要我们做难,不要勉强,神是要我们甘心乐意的。 就是我们有困难,神也是施恩怜悯的神,因着这样的感动,我反而更加的愿意付出。 其实我先生他长达三年多都没有工作,那我们一家五口都是靠着我一份薪水度过, 所以其实生活是非常拮据的,有房贷、车贷、保姆费,还有幼稚园费用等等, 然后经济很拮据不足,甚至有收拾负债。 在我受洗之后,我因着信,我就直接就算很不足,我还是全数的做十一奉献。 那由于生活很拮据,所以我长期都没有买衣服吃大餐,超过五百元的衣服我就会舍不得买。 在实行十一之后,隔月,因为小孩子换季,没有衣服,实在没有衣服换洗了, 所以我就带孩子去unicool我买衣服,那在帮孩子挑衣服的过程, 我自己看上了一条牛仔裤,那条牛仔裤是1490元, 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件牛仔裤,我穿起来很好看,但是我舍不得买, 穿来穿去,我就是舍不得买,然后每次呢,经过那家店呢, 我都会进去,再去穿那条牛仔裤,但我总是都没有下手去买那条牛仔裤, 然后也会常常上网站看,看有没有降价的消息。 好,那就由此可以知道我是多么的喜欢这条牛仔裤, 而我生活又是多么的拮据,一条不到一千五的牛仔裤都没有办法买。 好,然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,就是先生突然接到unicool的电话, 打来说我们上次帮孩子买衣服的时候有参加抽奖, 那我们抽中了一条牛仔裤,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, 该不会是我心心念念的那一款是吧,因为款是很多种, 他真的是送我心心念念的那一款吗? 到了现场以后,我发现真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一款牛仔裤, 那我非常感动,我跟先生说这其实是神送我的牛仔裤, 因为他纪念我的信心,然后他心疼我舍不得买东西给我自己, 然后他知道我所求所想的,所以他总是用我都想不到的方式来爱我, 所以每每我现在穿上这条牛仔裤,都会想到神的信实与恩典。 更奇妙的事情还在后面,先生竟然在失业三年以后, 在一个非常突然的情况下找到工作了, 虽然黛玉和他之前的黛玉有稍许的出入, 但是我们家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, 因为多了先生这份的收入,更是大幅的改善了我们家的经济状况, 在一开始奉献的时候,我就将我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去奉献, 但是其实我的老板他是知道我先生长期没有工作的, 所以我的老板他其实有用一些明目赞助我先生每个月两万元, 已经赞助了快三年了,那我当时有软弱, 没有把这两万算作是收入,拿去做奉献。 好,所以当我先生找到工作隔两个月, 我老板有一天很客气的告诉我说, 那既然你先生有工作了,那我们这两万块就不再办赞助了, 那其实我心中很玩耳,因为神真的是连我没有奉献的部分都知道, 然后连我就把他收回去了, 但是其实我要强调的是神之后的作为, 就是其实在我老板减低我这两万的前两天呢, 我先生才接到他的老板, 我先生的老板就告诉我先生说, 我先生的工作能力非常的好, 那当初薪水是低估了, 所以他直接再加薪两万给我先生, 所以我觉得这是, 这其实不是神对我的惩罚, 而是恩典, 因为在M1上课的时候, 神有告诉我们说, 他知道我承担着很多的劳苦重担, 那神会来卸除我的劳苦重担, 神也知道我先生就是在职场上有瓶颈, 神有说他会恢复我先生在职场上的领导力,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, 神呢, 他就是恢复我先生在职场上的领导力, 然后卸除我的劳苦重担, 他真的是信实与恩典的神, 他总是用我们想也想不到的方式来爱我们, 那生活中呢, 也会总有一些可爱的小插曲和神的恩典, 前阵子我看到我的小孩在跳过主卧室的弹簧床, 那由于我的主卧室的弹簧床已经买了很多年了, 从结婚就买了, 所以非常的旧, 也非常的软, 我心里有一个念头出现, 就是如果我心机再充裕一点, 我想换一张床, 这个念头, 因为那个床太软了, 小孩子常常当弹簧床在那边跳, 非常的危险, 然后这个念头在脑中闪了一下, 结果没有几天, 我妈妈就告诉我说, 他邻居, 就是邻居呢, 有一个床呢, 买了三天, 是一个很名贵的名床, 要七到八万买的, 但他睡了三天实在不习惯, 又不能退货, 所以他就问我妈要不要, 那因为我妈家的尺寸跟那个床的尺寸不合, 然后那个床的尺寸跟我家床的尺寸是合的, 我妈就问我要不要, 我说, 哎, 好啊, 因为我刚好很想, 很想要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时候换一张床, 于是呢, 我们家现在就多了一张非常蛮贵的一个名床, 而且那个床呢, 是记忆棉的, 所以孩子根本不能跳, 因为一跳, 他们就会陷下去, 他们就不敢跳, 而且那床睡起来非常舒服, 我每天呢, 都跟先生呢, 仿佛睡在云端一样, 在睡那张床, 这不是神的恩典是什么, 另外呢, 几个月前呢, 就是有陈奕迅的演唱会, 通常我都不会去关心这种新闻, 因为这离我的生活太遥远了, 没有想到演唱会前一天, 我的老板告诉我说, 他有买两张上好的区位的票, 本来要跟他太太去, 但是他的好朋友呢, 又送了他包厢区位的票, 所以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去看, 跟我先生去看演唱会, 那我本来是抱着, 老板要送我票, 不看白不看的心情, 去看陈奕迅的演唱会, 但是没有想到, 去了以后, 在强烈的声光影音的陶醉之下, 竟然重拾了, 我和先生谈恋爱时候的悸动, 想起了我们两个过去相爱的时光, 一场演唱会, 竟然重拾了我和先生之间, 长期被生活给消磨, 而渐渐忘去的爱情, 这不是神的恩典是什么, 因此我现在每每看到奉献带上另外一句经文, 我也很感动, 就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, 万君之耶和华说,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藏库, 使我家有良, 以此试试我,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, 请服于你们, 甚至无处可容, 是的, 我想要告诉大家, 神怜悯我们, 不要我们作难, 不要我们勉强, 神希望我们奉献的乐意, 但是当你愿意将当纳的十一, 送入神的仓库的时候, 神请服于你的, 绝对会多到让你无处可容, 感谢观看,